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90年写的 这个作品他献给一个好朋友 她叫Marianne Gensinger 小她22岁 她是她博取的御医的夫人 并没有很浓厚的感情表现 写得并不浪漫 保持一定的礼节 一定的范围 但是写得很欢乐 海顿就是住这个伯爵的宫殿 伯爵的宫殿 离威耶纳五十公里 当时是蛮远的 可能是要一天的马车 海顿有机会 都会去威耶纳 去找他 跟他们互动 参加他们的音乐会 他们的宫会 在孤独的宫殿 很想念 威耶纳的一切 威耶纳的饮食 威耶纳的热闹 这个作品曲 他有一些新的观念 海顿写的 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 这个跟贝特芬比起来 怎么那么平静 但是我们要考虑 贝特芬是他 海顿的后代 海顿是在1732年出生的 贝特芬是1770年出生的 所以贝特芬第一首作品曲 是在1795年写的 那么我今天介绍的 第三乐章的作品曲 第三乐章 它又是一个回旋曲 也是用小步舞曲的速度 这是很奇怪的 因为普通最后的乐章 应该都是快版的 海顿他是不是结合这个舞蹈 跟这种好像这种乡村旅游的气氛 乡村旅游对威耶纳的贵族很重要 因为他们受到这种礼节的拘束 偶尔到郊区去游览 他们好像玩一些游戏啊 在这个奏米曲里面 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气氛 平常我们弹小步舞曲速度都比较慢 因为它是一个宫廷的舞蹈 他们穿着这个衣服很难转动 很容易跌倒 所以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小步舞曲都比较慢 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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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那现在 这个速度 这个曲子速度不是比较快一点了 所以好像很开心很轻松 音乐 是不是有点像爬这个小丘陵 然后从上面就滚下来 不然就是往那个捉蜜场 在哪里 摘到了 这次发现的地方就不一样 好像比较阴暗的 比较黑暗的地方 很好玩 但是里面有一个比较不踏实的 比较麻烦的 比较烦恼的地方 这个大调变狭调 是不是还忍着想说 今天马上又要回 我这个宫殿很不愉快 很不想离开 所以谈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象 这种玩这个游戏 然后有很亮的 也有稍微比较不踏实的 比较忧虑的 这个地方 好 我们陪他们的团队 陪他们去乡村旅游 看看他们玩得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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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觉得太难 叫海敦在改写 海敦就应他的要求 真的是在改写 但是这个版本就已经没有传下来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找到 说不定后来海敦就把它上吊 这样还不够 马亚还跟海敦要求一首交相曲 希望他把它交相曲 然后献给他 他自己好像感觉到这个要求有点大胆 可是他怎么解释啊 谁叫你那么会作曲 我就没办法啊 结果海敦隔年就去英国 他就要求去英国旅行演奏 在英国也写了一些交相曲 但是并没有献给他一首 这个还给他女朋友保留一个梦想 他自己也保持他的意见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 形容他的态度 一片冰心在玉湖 关于这首曲子的技巧 我们还分开发一个影片 谢谢收看 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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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